我們看這題目 請判斷各小題中三平面的關係 並在每個小題之後 填入適當的編號來代表三平面的關係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這裡我們注意到 這個平面 這等到兩邊我們同除以2 我們可以得到 這是3x加2y加z 這等於-2 那麼這跟第一個式子一樣 所以這代表同一個平面 因此呢在這裡 我們是這兩個平面 一個是3x加2y加z等於-2 然後另一平面為 這是2x加5y-z等於2 因此呢這代表兩平面交於一直線 所以呢我們要選C 這個圖形 第二小題 我們由這三平面的髮向量得知 這是交錯的三個平面 那我們假設 這是第一式 這是第二式 這是第三式 這第二式 這第二式 去乘以3 那目的呢 是要把z消掉 那麼我們得到 這是5x 然後加6x 這是11x 那麼這是2y 去加上15y 所以這裡是加17y 那z消掉了 這會等於這5 去加上-2乘以3 這5加-6 所以呢是-1 我們假設 這是第四式 接著 我們用這第二式 去乘以2 然後減掉第三式 那目的呢 一樣是要把z消掉 那麼我們可以得到 這是4x-x 這是3x 那麼這裡呢 是10y 去減掉-3y 所以變成10y加3y 這是加13y 那z消掉了 這會等於這-2乘以2是-4 然後去減13 我們得到這-17 我們假設 這是第五式 這時候我們由第四式 和第五式 這個方式的形式得知 我們可以解出 這恰一組減 所以呢 這x y z 這會是 恰有一組減 因此呢 這幾何意義為 這三平面 是交於一個點 所以呢 我們要選擇 h 這個圖形 第二小題 我們由這三平面的法項得知 這是交錯的三個平面 那麼這時候我們假設 這是第一式 這是第二式 這是第三式 那麼我們用第一式去減掉第二式 那麼得到 這相減 這是3x 然後這相減 這是加2y 那相減 z消掉了 這等於 2減掉-1 是2加1 所以呢 這是3 那麼3x加2y等於3 這是等於第三式 因此呢 我們可以得到 這x y z 為 這是無限多主解 那麼這三平面 是交錯的三平面 而得到解呢 為無限多主解 因此呢 這代表這三平面 是共一直線 我們這題呢 答案是要選 g 這個圖形 t小題 我們由 這三平面的法向量得知 這三平面 是交錯的 那麼我們假設 這是第一式 這是第二式 這是第三式 那麼在這裡 我們設法消去y 那麼我們是用第一式 去減掉第二式去乘以2 那我們得到 這是3x-4x 這是-x 那y會消掉 這裡呢 是-7z 去減掉 這是-5z乘以2是-10z 因此呢 我們得到這加3z 那麼這會等於 4去減掉2乘以2 那我們得到 這是0 我們假設 這是第四式 接著 我們用第三式 去減掉第二式 去乘以3 我們得到 這是-5x 去減掉 這是-6x 所以我們得到-x 那麼 y會消掉 這裡呢 我們是用-12z 去減掉-5z 去乘以3 所以呢 我們會得到 這是-3z 那麼這等於 這是用0 去減掉2乘以3 所以呢 我們得到-6 那麼我們假設 這是第五式 這時候 第四式和第五式 一個是-x加3z 等於0 另外一個是-x加3z 等於-6 因此呢 我們得知 這xz呢 這是無解的 所以呢 這時候的 xyz 這為 無解 因此呢 這三平面 是交錯的 但是呢 沒有共同的交點 那麼這幾何意義為 這三平面 是兩兩交於一直線 而這三線 是互相平行的 因此呢 我們要選F 這個圖形 第五小題 首先 這三個平面 我們注意到 第二平面呢 這裡我們等號兩邊 同除以2 那麼我們可以得到 這是x加2y-z 這等於 這是2分之3 那麼這平面 會與這第一個平面 是互相平行 因此呢 我們這圖形為 這是兩平行的平面 然後被一平面所結 那麼所結的 這兩直線 是互相平行 我們得到1 這個圖形 我們得到1